當初的創作理念 其實這個名字是小黑老師突然之間想到的 然後很突然之間本來不是叫這個名字 因為那個名字最後沒有用到 是因為改了一份歌詞 然後順便想起 不如改了歌名 因為如果歌詞我們經歷了一次大改的歌詞方向 因為方向可能開頭不是那麼理想 然後第二次之後小黑老師就說 不如用作品的說話 其實開頭他覺得自己可能是開玩笑 但我自己覺得挺好的 可能大家看這個名字的時候 以為都是個人的東西 但其實這個是關乎所有人的歌 但用我自己經常講的一句說話 去帶出其實這首歌不單止是 好像以往我自己的歌一樣 講自己的東西 其實這首歌是講全世界 這首歌講戰爭很明顯就是 我們無論是甚麼種族 甚麼級別都好 都一定不想要戰爭 所以其實這個商場裏面 是一個縮小版的全世界 在裏面發生的一切都是 其實世界上有戰爭的地方都會發生的 例如爭食物 祈禱 其實我沒有說特定裏面我是甚麼角色 我純粹是很多難民的其中一個 所以就和一班難民套來到這個商場裏面 然後以一個 其實都可以說以一個姜濤的視角去看裏面的一切 的一個人 其實裏面我也是做姜濤 然後想提醒裏面的人 就是入了這個商場之後 看到很多殘酷的東西之後 就想提醒這個商場裏面的人 其實我們沒有人 我們 我們都不是敵人 我們沒有一個人是敵對 我們全部都是無辜者 所以就希望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 我的理念就是love and peace 現在十二點多都還在拍攝 你知道有多難嗎 都不是啊 其實每一首歌都辛苦的 但這首歌的辛苦是辛苦在 啊 我是很突然改變了十胎的想法 本身不是想做這首歌的 本身是做另一個風格的 但是 因為 我經常都覺得我的歌是 要緊貼時勢 或者說要緊貼回現在發生的很多事情 我想透過我的歌去告訴大家 現在這個世界發生甚麼事 所以 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就覺得不如做一首這首歌 跟著我又想說 是我生日之前 即是生日那天出道 但是那個時候 我記得都差不多是 三月尾三月中 所以其實在這麼短時間 要籌備一首歌 由錄音寫歌詞 再到籌備拍MV這件事 整件事都很趕 就是很大的工程 還有今次所有的設置都是 以往比所有MV都更加大 首先我不是說 以前的導演拍的東西拍得不好 純粹我自己都是一個比較多想法的人 但是 可能很多時候在實行的時候 不是百分之百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 所以今次就覺得不如 真的 試一次用自己的想法 完全 可以不能實行到 包括自己量度故事 量度 量度攝影響 量度 量度分鏡 我都想自己親自參與多一點 會更加有歸屬感一點 那就 都看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 是一個小挑戰 最難 最難你就是 你要 每個時刻都要 盯著所有的行程 盯著所有的行程 因為 你不可以有任何miss的環節 否則你就會不知道那個鏡頭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 比較累 真的會比較累 因為不能說 以前拍MV 導演說埋位就埋位 自己現在要叫自己埋位 還有要趕進度 要 跟大家說話快一點點 對 辛苦也是值得的 對 都是 相信觀眾聽到都會 如果get到我們想給的message 應該都是 一個最好的回報 對我們來說 他說不累是假的 我這個四月都沒什麼停過 但是 但是 開心 很期待 這個MV出街的 一個 反應 對 我們那個團隊的口號就是 創造歷史 希望可以創造到一個 比較震撼的MV 因為這次都用了比較新的 嗯 很多 不是說新的 就是很多 以前 例如我們以前沒有用過CG 我們MV 我們這次真的會 用CG的團隊去幫我們做 開場那個 淘汰畫面 我相信也挺震撼的 那個BB真的很可愛 然後 不知道 你看著眼睛的時候 你可以 可以 所以 如果你 如果你給他一個友善的訊息 我想 他都 得到 所以很神奇 但是其實沒有人 記得自己BB 時候的記憶 所以但是 很神奇 人類是真的很神奇 所以 所以 那是為什麼我在這個MV裡面 要有個BB 放在最後 因為 這個BB是虛構的 那 很神聖的 一個BB 真的 因為他的出現 是想告訴大家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不要再有戰爭 生日月望 世界和平